大家好 我是阿慶 看著阿慶今天手中拿著一條地瓜 就知道今天要做地瓜料理 地瓜它是一個很便宜又健康又養生 人人接受度又很喜歡的料理 那今天阿慶要來做拔絲地瓜 這道菜我相信在夜市、餐廳、飯店、小吃店都會出現 可以說是一道國民的小吃點心 那如何在家可以簡單做出好吃的拔絲地瓜 如何做出正確鑲出的拔絲地瓜 今天跟著阿慶的腳步做 相信你可以把這條地瓜變得非常的完美 好吃喔 在節目開始之前 歡迎大家在臉書上搜尋 這個社團 大家可以互相彼此交流 做菜的樂趣 做菜的照片 做菜的做法 你在上面分享做什麼菜 阿慶都有看到喔 趕快來加入這個社團吧 來 那我們看我們今天有什麼食材 那我們今天選用的地瓜 是我們黃肉地瓜 地瓜大家要知道 它有黃肉、紅肉、紫肉 那我個人認為做拔絲地瓜 黃肉地瓜最適合 因為黃肉地瓜不管它的 甜度、香氣 還有它的質地、鬆軟度 我覺得拿來做是最剛好 那我們首先 我們地瓜去皮了之後呢 來我們直接把它切塊狀 因為我們待會要先蒸過 寬度我們是抓大概1.5公分 長度大概抓2公分左右 那我們地瓜切好之後呢 我們用鍋子準備水 我們要下去蒸了 有去蒸這個韓吉 那我們先把它蒸大概 6分熟的熟度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蓋上鍋蓋轉大火 我們給它蒸10分鐘就可以了 那我們地瓜在蒸的同時 我們先來調 待會要炸地瓜的 酥炸粉漿麵糊 那這個酥炸粉漿麵糊 我是去超市 它會叫酥炸粉 或者是酥脆粉 我們這個酥炸粉加7大匙在裡面 來我們的水是5大匙 那我們就把這些給和勻 我們的濃稠度就像這樣 那我們的地瓜蒸10分鐘已經完成囉 那記得我們不是把地瓜蒸熟 我們是讓它蒸大概6分熟至7分熟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待會還會在油炸 那這樣子才不會說地瓜它熟過頭 裡面太乾太乾了 那我們蒸好地瓜我們放在旁邊稍微給它涼一下 那今天阿慶要用的方式 其實不是正正的油炸 我是用少量的油 用半煎炸的方式 那我在鍋裡我先熱鍋 那我的油大概是加入大概是5大匙左右 OK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都知道很多媽媽 家裡做油炸的東西完了之後 最苦惱最煩惱的是 我才油要怎樣 我是要拿來炒菜還是要擠 阿慶都有幫媽媽設計說 我們盡量降低媽媽們的困擾 讓媽媽們便利這樣子的方式 蒸好的地瓜我們稍微涼了之後 來我們就倒下來我們的麵糊 整個倒下去搖 那就用拌的 地瓜拌入我們的酥炸粉箱之後 來我們開始丟到裡面去 這裡面的油溫 我們大概抓170度左右 那170怎麼看 相信之前都有看過阿慶的影片 你可以拿個蔥或是拿個粉漿下去測試 它如果馬上浮起來 它的溫度就是到達了 那這個再翻其實很簡單 讓它有點定型了之後 我們就這樣把它拉一下就好了 我們一開始是小火 然後你 我們開始在炸的時候 就可以轉到大火或重大火 要幹嘛呢 因為我們要逼油 不能我們炸這個 千萬不能說全程小火炸 這樣子會甘油 它會吸油 所以這個很重要 火候的部分非常重要一定要記得 全程在炸這個地瓜 我們大概給它抓4分鐘 你前2分鐘 你大火或中火 再給它炸定型 那你後兩分鐘 你可以全程都轉大火 這動作叫逼油 來 那你看囉 我現在是 第一你會感覺到說 我們地瓜 它越來越酥了 第二你會發現它呈現 略焦的金黃色 這樣就表示已經OK了 那我們趕快就可以撈起來了 來 我們炸好的地瓜 我們現在要進行 我們拔絲地瓜的糖漿 我們要怎麼掛上這個糖漿 讓它可以拔絲的效果出來 那當然我們先鍋子加熱之後 我們倒入大概是一大匙的油 來 我們的糖加上我們六大匙 水是兩大匙 記得這個比例 好 這剛下去會油爆 所以要小心一點 我們就這樣子下去炒 先做炒糖的動作 來 我們現在這個糖漿在煮 你會發現 它泡泡一開始很大 對不對 很大 我們再繼續稍微攪拌一下 那記得喔 在做拔絲的時候 我們不要一直不斷的一直攪拌它 攪拌它 這樣不行 你這樣拌到後面 你的這個糖漿會變成糖霜 所以記得不能讓它太多空氣在裡面 這很重要喔 那這個過程呢 在煮的時間 大概我給它抓一分鐘左右 來 大火開始算一分鐘 那你現在你會發現 我們的這個冒泡泡的程度 越來越密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趕快把我們地瓜加下來 OK 然後這時候我們 全程都要大火 要下去掛 好 下去翻炒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可以起鍋了 灑一點我們的芝麻 再來我們的這個蚵仔粉 這是我的創意吃法 三一點蚵仔粉在裡面 一些些就好了 所以檸檬皮我們撒一點上來 拔式地瓜完成囉 你看待會表演怎麼拔式拔得很漂亮 給大家看 剛剛的步驟有沒有記起來 非常簡單 然後我又加了這個檸檬皮 手擺芝麻跟我們的梅子粉 是非常創新 而且又好吃清爽的口味 來 我們現在拿一塊我們的地瓜起來 有沒有看到 這個絲有沒有 脆糖絲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哇 很成功的啦 有沒有看到嗎 這個時候呢 不是這樣苦苦就好了 我們是問一下冰水 為什麼要煮冰水大家都知道 因為糖堵的冰 它吃起來會變脆糖 有沒有看到嗎 很硬 表示我們的拔式很成功 這個地瓜 它的天然的糖香 再加上我們剛剛上面 也用了這個梅子粉跟檸檬皮 可以降低糖漿的甜度 而且 而且最重要 吃這道菜不會膩 因為我加了檸檬皮 今天我做的這道甜點 獻給媽媽們 在家 你也可以把很簡單的食材 做得很美味很好吃 對阿慶來做這道菜 在家 你也可以輕鬆做大菜 出好菜 有什麼想吃想學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阿慶 阿慶會一一來為大家 示範更多美味的料理做法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阿慶師的朋友們 歡迎到阿慶師的粉絲專頁 按個讚 並追蹤我的IG 訂閱Youtube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很快又會再見面喔 拜拜